Coco.com Take Orange Bus Orange的执行长沈贝宜小姐在现场咯 我昨天看到有一个人在写说台湾的很多的老板 现在对人工智慧居然还嗤之以鼻 他觉得还蛮麻烦的 你看他这个他还是在一个论坛 他说台湾企业领袖吸引数位化人才三策略的前三名是服装规定 教育机构合作迁移营运据点 那这代表很多的企业组 他们的脑子想的跟你我想的不一样 他说全球的企业领袖都认为 AI是未来很严重的挑战跟冲击 但是台湾大多的企业领袖认为 AI不重要 真的是这样吗 他这个传给我 所以今天因为你在讲说 Google看中台湾要打造智慧台湾 我们为什么要让人家外国企业来做这件事 我们最近其实这近一年来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AI这个议题越来越热 你可以听到大家各式各样的企业都在谈AI 那其实最近动作最积极的两个外商 大家一个看到是昨天开记者会的Google 然后另外一个是更早年初开记者会的微软 微软是先在台湾宣布他们成立全球第一个 AI人才的研发中心 然后昨天Google在记者会上 他们就正式宣布说他们要 他们的口号叫做AI first 然后他们要在台湾培养很多大量的AI人才 这个是包含了有线上的免费课程 也有前进校园 那他们自己在今年度也要广征300个新的HECON 那这里面有很大部分跟AI是有相关的 那就回到刚刚扣解的问题 为什么好像只有听到外商在做 其实不是只有外商 比如说我举例台湾本土的一个软体大厂 金城 金城资讯 他们今年度的一个口号就叫做AI for IA 就是AI运用在industry的application 因为在去年以前大家多半还是在理解到底AI是什么 所以Google做了一件很成功的事情 他就是用这个夏威奇 让大家知道说原来机器现在已经可以这么聪明了 机器可以自主学习 甚至可以在这种很复杂的奇异游戏上面是超越人类的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种 我们其实称它是一种很有力的行销 让大家不管是企业主或者是普罗百姓 意识到说AI已经跟大家早期只是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一个 好像幻想已经是落地了 真的可能会发生 这是在去年以前 但是现在就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想说 那我到底怎么样把AI运用在我自己相关的产业里 所以像金城他们在今年初 他的自己的一个大的展览跟论坛里面 他们就做了很多实际的应用 譬如说运用在怎么运用在医疗领域 怎么运用在运输或者是金融等等 所以其实不完全像扣姐刚刚讲的说 只有国外的大厂在投资 台湾也有 可是确实是有一个状况 就是刚扣姐问说 台湾到底这些老板们重不重视AI 我们最近刚好在做一些跟AI有关的活动 Tag Orange我们在做跟AI有关的活动 我们发现到一个状况 很多大的这些领导厂商 他们都对AI很有兴趣 但是完全不知道从何下手 就是第一个他们对于AI的理解 可能本来就是只有片面的大概的一个轮廓而已 然后他就是很希望自己的企业现在可以开始引进AI 但不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他不知道要从何开始 第二个他下面的Tim没有人会 因为AI它就是一个新的技术 所以假设比如说我举例讲好了 假设我是一个金融产业 或是我是一个医疗的专业的大型医院 我旗下的这些开发工程师 开发人员 他们一定在我原本的这个金融 或者是医疗 它里面的一些需要用到的技术 他们是专精的 好比说跟金融有关的 它可能是包含这个很复杂的一些金融的演算的系统 或者是一些跟支付有关的传输等等 那医疗有关的 它可能就跟医疗内部的一些流程 比如说如何把履历电子化等等 但是AI这个的技术它是新的 那你原本体制内的这些开发人员 工程师产品设计的人 他们有没有对AI的理解 以现阶段来说 其实非常的少 就是这样的 这个人才现在台湾其实是极度缺乏的 那当然有很多产业里面的开发人员 他们已经开始想要知道 我怎么样去开始尝试或学习AI 但管道有限 大家不太知道 我到底要从何开始着手 所以像这些大厂 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看到微软 看到Google 他们这么积极的在做宣传 说要培养 他们都先说我要培养AI人才 对呀 然后做一个AI研发中心 其实就是从这个领域 在全世界而言非常的重要 大家都非常的看重 可是他现在现有可用的人才 其实还非常的少 所以大家都先说 我从培养人才开始 所以他们就会透过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 甚至这种线上的教学课程 或是跟学校结合 那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最近有发现一个现象 很多的学校单位 一些教授 已经带领了他们的旗下的这些研究生 在AI的技术上面 有一些斩获跟发展的 那些学校 其实蛮多的 比如说像台湾 在清大 交大 台大 成大 甚至淡江 政大等等 他们旗下都有一些AI相关的 比如说研发的组织 或者是甚至是跨学校的 这样的AI研发的单位 但是这些学校单位 他们有技术 可是他们苦缺的是实际的data 对 一个真实的场景 因为AI它的基础就是data 我要有很多的data 我才能够去做分析 去做machine learning 然后去做预测 然后才知道它到底准不准 但是校园里面 你毕竟跟真实的环境是不同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有真实的data 让他们去做真实的比对 所以像我们这 我们今年在陆续合作的一些单位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 协助一些校园 或者是企业单位 他们可以去做产学的结合 因为企业端 其实是很需要AI人才 跟AI技术的 学校端有技术 但是他们苦缺真实的资料 跟真实的应用环境 所以其实这两端 如果能够做适度的结合 它其实是可以把这些好的 已经开始发展的人才 跟技术 直接去跟产业去做接轨 那这也是这几家大厂 其实最近我们知道 他们有积极在进行的方向 那现在不是人才竞赛吗 到底哪一些 就是说台湾够不够AI人才 那AI的人才 在台湾的所谓的低薪跟年轻人 觉得自己很辛苦的这个领域里面 我自己现在因为要筹备一家公司 也就是类似的公司 就会发现我们虚财恐急 而且薪水是可以付出很高的 但是市场缺乏这样的人 那后来我碰到好多人 他们都跟我这样哀号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 人才供需失衡吗 这些顶尖的人才 或者是符合这些新领域的人才 非常的稀有 那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教育资源的分配 过去是有错误 我们最像我们自己在经营企业 我们自己常常感受到 很多东西学校该教的 但是学校都没有教 所以当然就是要未来规划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算Google它 我觉得叫Google来做智慧台湾 这也蛮有意思的 不是以后就所有的事情 数据就是人工智慧嘛 对不对 那有很多的data 然后Google它最厉害的地方 是它有data嘛 那现在很多人也挑战Google啊 对不对 然后Amazon他们自己 想要弄自己的这个data base 我只是意思就是说 那现在台湾的企业主要找人才都找不到了 那Google从哪里走 那我们的中央研究院那个陈森伟博士啊 他有个人工智慧学院 BTE都已经 他们都是都是在行业上都是非常知名嘛 他也有一个人工智慧的一个研究机构 对不对 那这些有就是他在市场上所引发的反应是什么 人工智慧学院的这个培养跟Google的所谓的要培养人才 有差异吗 我现在看到的啊 大家都在往校园里面找人 因为这是新领域 所以呢 所以以后大家要读科系就去读 跟AI有关 像我觉得这一两年毕业的学生其实机会非常的多 OK好 大家都在争抢他们这些人才 现在读大学的你千万不要再读传播了 我是真心话 因为传播跟科技其实是应该结合的 旧的媒体都没了 那个纸本的媒体 像我最近看像一周刊的纸本快没了 对 你现在看苹果日报也是 苹果日报跟以前完全的架式是不一样的 那以后的媒体其实已经不是纯媒体吗 对 所以以后的所有的人都要有人工智慧的概念 嗯 大家多看Tech Orange 大家可以 Tech Orange很多人看不懂 他们说要先看Buzz Orange 关于科技方面的报道 有Digital Time 嗯 有数位新闻 数位时代 数位时代 对 还有一个科技新闻 这是网络的 对 有一个Tech News 科技新报 然后有Buzz Orange Tech Orange Tech Orange 以后可以看我们的一点点 我最近这个进入一个媒体 Media 跟科技整合 比方区块链啊 AI啊 Database 整合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 我才发现哦 未来的世界好美丽哦 各位 尤其跟我童年的人 你不要退休好不好 那退休太可惜了 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Google说要帮台湾洋满满的大人才 AI数位行销课程不间断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 有人如果说想要透过线上学习 他们有个课程就是 台湾具备所有Google发展AI的必要条件 是这样吗 台湾最起码有一个很好的优势 是台湾跟这个 世界结果 技术 就是电子科技相关技术的人 其实非常的多 只是过往以硬体为主 但是其实这些年软体的人才 其实越来越多了 那另外我觉得 其实台湾整体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比较 大家讲说科技岛或电子岛 大家对于这些技术的接受度 是比较不会抗拒 然后对于这些东西也比较不会那么陌生 所以台湾的有很大的潜力去发展这一块 然后这也是 就算台湾可能比如说资源没有这么足够 它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资源不足够 而造成了我们成为AI人才 AI学习发展的一个障碍 所以为什么当时像杜一锦回台湾 他就会说 AI是台湾接下来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又回到刚刚最开始 扣姐提的说 那为什么都是国外的大厂 其实某个程度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 毕竟这些国外大厂 他们在技术上其实走得很领先 资源也非常的多 那如果这些科技大厂 他们现阶段在做新的投资的时候 这时候会想到台湾 我觉得台湾应该也要好好把握这样的机会 OK 好 当然因为台湾本来就是多元的一个世界平台 我们把所有的电脑 都做完了都输了全世界 那好这个是Google要训练台湾的数位人才 也就是要AI台湾 所以有这方面兴趣的人 那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大家都到校园去找人才 那校园里一定有被边缘化的人才了 那现在的对年轻人来讲 未来的趋势里面背影你的这个 因为人文的课程还是有嘛 那你的建议就是说现在的 今年又要到18岁的小孩要读大学了 那你可以 你可以预期是哪些科系会被完全取代呢 我是良心建议不要读纯传播 纯传播没有意思 纯新闻更没有意思 我不是说我的政大新闻是母校不好 但是母校的课程是不是有放入这些新的东西 现在有蛮多的传播科系都改叫什么传播科技 对啊对啊就是要传播科技嘛 那那因为传播现在以后都在网路上嘛 嗯对不对 那你觉得这些你们你们跟校园接触啊 这些年轻的人才你给他们什么样建议的 嗯我觉得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的兴趣 他可能完全都是对这些很 这么完全就他希望他所有的职业的学习都在跟资讯有关 嗯所以不能说哎叫希望每个人都去念资工系 资管系 但是嗯我觉得这些专业的人文领域 比如说经济嗯 政治等等啊我自己是政治系的 这些还是还是值得去学 但是呢你不要只是学单一的这个学科 其实你可以同时像我们刚刚看到 还有很多线上学习课程 或者是你自己去学校 比如学校里可能有辅系啊 嗯或其他系所的课程可以去上 我觉得呃这个毕竟是资讯网络的时代呃能够让自己 我甚至觉得像大家就要讲城市语言 你可以应该是你除了呃英文这种语言之外 你也应该要学的 这不是说英国的幼稚园小朋友 我记得玉宁有来讲过这个课程啊 对啊 英国的小朋友小时候就开始学的 对啊 这个电脑的code嘛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这样子啊 嗯就是就算你自己不会写 但你要有概念 对你要知道说这个这个资讯世界里面 有哪一些应用 它的逻辑是什么 因为这样子当你呃你在某一个 比如说人文领域有专精之后 你才可以把这些技术运用进来 所以每一个领域都跟AI会有关 嗯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就像是你几点记不记得 当初刚开始网路的时候 大家以为网路是一个产业 嗯 但后来发现网路根本不是一个产业 网路是各行各业 你的所有的生活都会运用到 网路是一个世界 就是人人都是网民 嗯对不对 对啊 所以很多的技术应用 它其实是呃 它不是只是一个一个单一领域 它是它是一个技术 嗯 它是可以运用在各个各个环节下的 嗯 所以嗯就算你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你也要去认识了解它 好最后那个四分钟请贝宜谈一下 那个脸书泄密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有有人说 嗯脸书常有那种给你玩游戏 那你千万不要去玩 嗯你的个子就会被他搞走 是真的吗 因为我都没玩游戏 我是没时间去玩游戏啊 很多人喜欢在Facebook上 他会有一些心理测验啊 那大家大家那个在操作的时候 就会发现 当你一开始要玩 他就会跳出一个讯息 问你说呃 这你要同意呃 他会收集你的部分个资 可能是包含你的名字 呃你的居住地点 或者是你的朋友名单等等 然后你要按了同意之后 他才会让你看到解答 嗯 就可能他可能是一个心理测验 你要最后同意才看得到解答 嗯 那这起事件呢 那这起事件呢就是呃 呃在有一家在呃叫做剑桥分析这间公司 嗯 他在2014年的时候 他就推出了一个心理游戏 嗯 一个心理测验的游戏 然后大家就会去呃觉得呃 我为了要得到这个心理测验的结果 所以我就去呃 同意给我的 包含我居住的地方 我曾经在哪些粉丝专业按赞 嗯 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哎好无所谓啊 我让你知道我在哪些粉丝专业按赞 或是我的居住地方 比如说我像我可能设定就是台北 嗯 大家觉得无伤大雅 于是就同意了 但是 他们就利用这个资料去做分析 因为他知道你是谁 我知道你是Facebook上的ABC 嗯 然后呢 我知道你居住在台北 我知道你呃 对哪一些东西有兴趣 比如说假设是一个呃 蓝莹的候选人 他可能会按过马英九粉丝专业赞 嗯 他可能会按过朱立伦赞 对 然后他可能会呃 呃 某一些你的按赞 其实就可以分析出你个人的喜好 对 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 所以呢 他透过这样的方式 有27万的人 嗯 把自己的这部分的个资 告诉了这家公司 然后下一步 因为当时在2012年 呃 14年以前 Facebook的有一个 一个大家所谓说系统上的漏洞 嗯 就是我一旦知道你的资料之后呢 你的朋友我也都知道了 嗯 所以 寇姐 比如说你的Facebook有多少朋友 嗯 有的人可能500个 有人有12000个朋友 所以他透过这样的方式 他获得了5000万个 嗯 Facebook用户的这些资料 比如我们刚刚讲住 住所 嗯 还有你对哪些东西有兴趣 嗯 然后他就进一步去做了一个模型 来分析这5000万人 他们的政治取向 嗯 他们的喜好 然后在选举期间 去投放不同类型的广告 嗯 比如说我发现 呃你是呃反川普的 呃你是支持枪支的 啊或者是你是呃 比如说呃 呃反同性恋婚姻的等等 嗯 他就因为透过你的Facebook按赞 把你们圈成一群一群的人 嗯 然后利用Facebook的广告系统去下不同类型的广告 这不就是马马斯克就讲过了吗 这个呃 所谓AI就是呃会毁灭人类 就是因为就是AI的资讯假资讯假新闻的头发嘛 对不对 那现在Facebook真的要被罚钱吗 嗯 嗯 他像这这起事件啊 他是牵扯到是跟个资的关系 所以因为个资的呃 有人有人在讲说其实不是泄漏 嗯 他其实是个资的管控 嗯 就是说他让这些大量个人的个资 被一些特定的公司取得之后 哦被Campage 对然后呢去做了一些特定目的的应用 然后甚至可能影响了美国的选总统选举 或者是甚至他们现在也怀疑英国的脱欧的这个运作 跟他们也有关系 那像台湾有这一类的公司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之后可能很多人想要去主导选举 这就是我们提到嘛 这些技术啊 为什么跟各行各业都有关 为什么政治系的也应该要了解 对 这就是一个把网络应用的这些技术 运用在政治选举上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其实管家也需要有data概念啊 这个因为他们家的冰箱怎么样分配啊 你到Amazon或是你到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 就比较有概念 你就可以很聪明的生活聪明工作 好要做一个智慧人 先要学会人工智慧啊 跟人工智慧和谐相处对不对 好谢谢了 谢谢美